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其实周深真的是很man的,她的经历,她每次被问到都是笑着轻描淡写的说的 但是我们这种成年人都能想象多不容易了,而她这是本能的在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着这一切 这男人太强大了,我真的很佩服她的心情 她是一个人前充满阳光,把所有好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的人 即使别人说到痛楚也会以笑带过,内心很敏感 能够很容易的察觉到别人的想法,不会轻易的吐露心声 真心,朋友,一两个,不爱麻烦别人,怕影响别人,所有的事情就自己扛 但是又是天生的,乐天派 不好的情绪会自我排解,性格好,不计较,一心向善 我就是这样,真没自夸啊 从上学到参加工作,乐意够玩的人真的很多 很多同事都说我的性格真好,怎么开玩笑都不生气还幽默 甚至希望她们自己的女儿以后也长成我这种性格 经常被夸,也被其他部门挖过墙角说要我一起去工作 因为和我沟通很舒服 音乐鬼才周深,出道五年就抢占了华语乐坛巅峰 我曾经发过一条微博说,认认真真考虑过为什么会喜欢周深 除去真的喜欢她唱歌以外呢,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她简直就是我的翻版,连身高都差不多 所以我会一直支持她,就像给自己加油一样 真的好喜欢她的性格哦 节目里面带给大家的都是笑容的快乐的感觉 提及以前的她呢,好像也总是笑着带过,甚至还开玩笑 可是明明之前那段日子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她不会多说那些难过,留给大家的话都是开心的 希望可爱的周深能够可以一直快乐 看到她开心起来,我们也很容易开心起来 个人认为,芒果确实利用剪辑塑造了和她本人不符的性格 这不是我作为粉丝的意测,是我自己去了解她 并且知道剪辑重要性之后的判断 实话说,这件事情非常令我反感 至于比赛的结果,没法判断,而且也不重要了嘛 其实呢,我反而认为她这样的人是注定要成功的 不仅仅是因为天赋,她改变性格的主因 不是因为要适应环境,而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步步的和自己和解了 我们也应该用包容尊重真诚的心态对待美 这是我们写这个的回答的初衷 最后粉丝这个事情还是很复杂的 坦白讲,我一直都没有搞清 如果按照绝对客观的角度看 哪个独立的粉丝只能够代表她自己 代表不了偶像也代表不了其他粉丝 可是实际上人们不可能这样想 我只是觉得粉丝文化有很多的好的东西 但是不要全盘接受 现在呢,越来越觉得网上的凡事呢 不要轻易相信 蛮不讲理的人不用多计较 因为盲选的起风了,知道她喜欢了她 后来都是听她唱歌比较多 没有刻意的去了解她的经历和思想 只能算是歌迷吧 一路看着她唱功越来越好 发展越来越前面,真的很为她感到高兴 希望她优美的歌声能够被更多的人了解到 祝她在新的综艺里面结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学到更多她喜欢的新东西 她经历很丰富,人如其名 所以单从某几个方面来判断 她的性格是不太准确的 而且因为自身的独特性 会有人一开始就不太喜欢她 我的出发点是 即使不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同 她也是个值得尊敬的人 她的人生,她的理想,她的品性 以及她艺术上的成就 周深像是一座无尽的宝藏 越是发觉,越是令人惊叹 她有令人艳羡的天赋 有近乎刻刻的勤奋又极度追求完美 同时还无比的善解人意 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 就好像是有句话说的 生活虐我千万遍 我待生活如初恋 那些因引误解偏见和诋毁 没有打倒这个有着一颗水晶玲珑心的纯净男生 而是让她更加坚强更优秀更完美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